今年的4月14日 就是曾智慧的66歲生日 這日他就出席慈善渣宴 慶祝生日之餘 亦都為寺廟籌款 智慧哥果然是善心爆棚 每年生日都會見到 智慧哥醉到被人抬出去 今年生日都還未到 智慧哥就已經去了不同的生日飯局 每晚都不醉無歸 別這麼急 讓我長一點時間 慢慢開始就不再搞超大型的 免得不知哪些朋友來 8時多就醉 不如就不要 小部份小部份 這班死黨和那班死黨分開吃 所以就不夠堆一天 有些是趁前的 趁早趁後 趁前的到11日前已經開始了 不知道智慧哥今年有什麼生日願望? 年來都是這樣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身體健康 吃得睡得 睡得 睡得 最開心